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德 感謝你們再度回來侏羅紀世界進化的影片啦 那這次的連載呢 是要來進行全新的DLC 吳博士的秘密 亨利5 是在侏羅紀世界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恐龍基因研究的博士喔 而他似乎自己在進行全新的基因混種研究 看來研究出帝王暴龍 帝王迅猛龍都還滿足不了他喔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他還想研究出什麼樣的恐龍吧 GO 好的 那在上一集研究完假糧龍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來接的任務是研究劍角龍的遺傳基因組喔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吧來吧 我來看一下喔 在研究中心研究劍角龍的遺傳基因組 那我們要來去看一下研究中心 哪邊 這個 喔 有了有了 劍角龍遺傳基因組 來研究一下 然後這個也要研究一下 接下來就是劍角龍了 他還滿帥的耶 對啊 三角龍的腳 然後他的背部是劍龍的腳 尾巴也是劍龍的尾巴 超帥的 趕快來研究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把他召喚出來了 喔 有了 劍角龍 那這樣就可以趕快來把他孵化出來了 孵化一隻劍角龍 喔 一隻是十二萬 好帥喔 那我要改造一下他的基因嗎 先不要改好了 先看他原本的樣子 直接孵化 對 等他孵化出來 那瑞德把這個園區清空了 原本是放假涼龍跟一些 碗龍之類的那些恐龍嘛 那既然假涼龍現在已經順利研究完畢了 所以就把他清空 現在準備來研究劍角龍啦 因為這個區域呢 主要不是園區啦 是吳博士要來秘密計畫研究 新的基因混種恐龍的地方 對啊 所以不用在乎遊客喔 來吧 快點快點 快點 孵化完 我等你出來 出來吧 劍角龍 哇 這隻好美喔 哇靠 他腳也太大了吧 欸等一下 他有兩對腳欸 這邊有兩隻小的 然後還有一隻大隻的 哇 天哪 這隻真的是可攻可守欸 兩隻腳可以拿來做攻擊 尾巴也可以做攻擊 然後背部呢 是可以拿來做防禦喔 哇 這隻真的好帥喔 天哪 我好想要派一隻肉食龍來跟他打打看喔 呵呵呵 算了 等我們研究完吧 等三隻精英混種恐龍研究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舉辦一場格鬥大賽了 呵呵呵 看這幾隻精英混種恐龍到底有多強 喔 他還需要其他隻阿 只有他一隻而已 他太孤單了 我們再孵化其他劍角龍 再多孵化個兩隻好了 來跟他做朋友 來吧來吧 再來一隻 來跟他做做朋友 不然他太孤單了喔 把他們放羊出來 真的超帥的欸 不是我要說 兩對腳 創造防禦力至少110的劍角龍 好好好 要改造了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改造一隻 防禦力110喔 看一下喔 直接改造 這明年他的花紋也改造好了 要改造什麼花紋呢 叢林花紋套用 防禦要110 那現在哪一個防禦比較高阿 74 78 每週二的基因防禦力比較高 還有什麼 壽命 這個可以加防禦 綠蜥龜的基因 88 92 綠蜥龜比較多 都加都加 哇現在多好多喔 這是什麼 社交 喔這是新的欸 好帥喔 現在超多基因改造的東西 那這是什麼 草原 森林 這是幹嘛阿 重活率 重活率 看不太懂 這先不要改好了 那是棲息地阿 然後 壽命 也用綠蜥龜 綠蜥龜可以提升蠻多的防禦力的 哇 可以撐到170耶 好好好沒問題 直接孵化 哇 存活率10%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我要換一下 換一下成功率 因為我們有基因改造恐龍嘛 這個成功率是需要調整的 不然很容易孵化失敗 這樣改造之後呢 升級90% 存活率往上升喔 出來吧 讓大家看看你的樣子 哇 好美喔 它的紋路 怎麼那麼美阿 好漂亮喔 以草石龍來講 真的是太美了 欸 什麼東西 有角皮龍要運送過來耶 所以要靠角皮龍來跟他們打囉 欸 然後這隻改造過後 我是領頭龍耶 所以等一下要送角皮龍過來來跟我打囉 好阿好阿 來打一場 來打一場 角皮龍我覺得會輸 因為角皮龍 算蠻小隻的肉絲龍 應該直接放暴龍的 對阿 直接放暴龍來打比較快阿 天亮囉 我們趕快來仔細看一下他們的花紋 這隻改造過後超美的 那其他的咧 一般的 一般的感覺就還好 有改造的比較帥阿 喔來了來了 角皮龍 送達園區準備花20萬運送 可以可以 過來過來 我們把他放這邊 來看一場精彩的對戰喔 到底是角皮龍比較強呢 還是基因改造過後的劍角龍可以戰勝角皮龍 來吧角皮龍 來成為我們劍角龍的對手吧 現在我們劍角龍看到我們的角皮龍就跑掉了喔 只有這隻留下來 他們會開始對打嗎 到底誰會贏呢 這是沒有改造的劍角龍喔 他已經開始跟我們的角皮龍進行對峙了 喔 劍角龍只用尾巴甩甩但是甩不到 健康狀況不佳 直接被搖到殘血 喔喔 劍角龍你是很帥啦 可是你的尾巴太短了 你可以用頭去頂他阿 快點 用頭去頂他 而且重點是這個領頭龍還不來幫忙欸 喔Shit 剩下1%血而已 他要死了 劍角龍第一隻 沒有改造的直接被搖倒 天阿 欸老大 你的小弟已經倒地了 還不趕快來幫忙 呦呼 快點阿 快去幫忙阿 躲在這邊幹嘛 沒有時間跟他們黏在一起 還不趕快去幫忙 在幹嘛吃草 第二位劍角龍 成為他的對手 這一隻也是沒有經過基因改造的 我看又要輸了 劍角龍002 你看 他甩到他的臉了 這隻尾巴比較長喔 直接甩腳皮龍的臉 唉唷 這一隻很可以喔 喔 甩第二下 第三下 看來腳皮龍要倒了 哇這隻劍角龍很強喔 很懂得利用他的尾巴 哇 直接插死欸 哇 失敗 唉唷 確保沒有任務所需的 撞到恐龍死亡 果然還是要用基因恐龍來打 可惡 喔他在睡覺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現在是在睡覺 然後他是健康的 唉唷 喔 可惡 這樣任務就失敗了 要重結了 這一次為了確保我們這一隻 改造過後的劍角龍 可以跟腳皮龍對打喔 我們把他其他的夥伴都麻醉睡著了 這樣我們的腳皮龍來到這邊呢 就不會打他們兩個來損血 直接是可以跟他對打 好 剛才醜一喔 我們現在再來一次 直接把腳皮龍放這邊 來吧 現在就是要確定我們的劍角龍 是可以打敗腳皮龍的 加油阿劍角龍 你的防禦這麼高 應該是OK吧 他們已經對上了 到底能不能夠打贏呢 有了有了 誰到了誰到了 喔齁 劍角龍先發動攻勢 第二次 再來再來再來 再一次 這樣看下來 來 喔齁 剩下一% 剩下一% 再一下 現在腳皮龍已經沒有血了喔 劍角龍直接用他的腳 戳上去 結束了這一回合 由我們的腳皮龍獲得最後的勝利 蛤 接下來換吉龍 你你你你你你不是開玩笑吧 等一下要換吉龍來打 OMG 你應該可以吧 劍角龍 我相信你是打得贏的 你要加油阿 我覺得確保劍角龍會贏 我們直接開車來好了 一邊幫我們的劍角龍補血 如果不用補當然是很好啦 代表我們劍角龍很強 但是如果說真的不幸的話 還是要補一下 來來來來來 直接把車開來這邊 開來這邊待命喔 現在要輪到我們的尾刀龍登場囉 來了來了來了 好緊張喔 我的天阿 加油阿 我相信你打得贏的 你一定可以 吉龍現在虎視眈眈喔 看著我們的劍角龍 來了來了來了 吉龍先叫一聲 下馬威喔 要打了要打了 劍角龍直接先尾巴甩甩 哇 吉龍直接殘血欸 哇 好強喔 再來 直接戳死了 天阿 劍角龍可以 下一個對手是南方巨獸龍 好喔好喔 我覺得我們劍角龍真的太強了 我不用擔心了好不好 接下來換南方巨獸龍成為他的對手 成為我們的第三號對手吧 第三號犧牲品 西瓜龍 還是這個西瓜色喔 來了 準備開打 come on come on 現在南方巨獸龍悄悄的走到我們劍角龍後面喔 劍角龍緩緩轉過身 老神在在 喔 南方巨獸龍叫了一聲 但是我們的劍角龍屌都不屌他 驚想哪里的小屁孩啊 劍角龍依舊先發動攻勢 直接甩了我們南方巨獸龍一巴掌 第二下 看來這場勝負已定阿 南方巨獸龍已經成為殘血狀況 再甩 再甩 老神在在 你看他這張臉 超酷的 直接穿過去了 我穿 好猛喔 我要鼓掌了 太強了 真的是太強了 連續幹掉三隻阿 還有對手嗎 喔沒了 我們完成了 第二個任務 劍角龍 哇 太強了太強了 連續幹掉了 角鼻龍 吉龍還有南方巨獸龍喔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可以請已經到另外一個世界的大哥 再次降臨 來跟我們的劍角龍打一場怎麼樣 應該不錯吧 好就這樣決定了 如果這部影片的喜歡如果超過一千 我們就把大哥召喚下來 來跟我們劍角龍來打一場怎麼樣 應該可以吧 超過一千應該不難吧 是不是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話 超過一千 我就把大哥再次召喚出來 好不好 你看 劍角龍老神在在 躺下去睡覺了阿 他真的需要大哥來教訓他一下 不然他太囂張了是不是 好啦 那我們這集呢 就先玩到這邊 如果說你想要看的話 記得趕快把喜歡按下去 也更別忘記訂閱瑞德的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追蹤到瑞德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那我們下一集 要來研究吉道龍啦 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不行 我不能犧牲你 喔 水啦 小蜘蛛來了 你這個傢伙 你不乖 蛤 長這個樣子還這麼不乖 小心 打他打他打他